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妖看点视频 本期继续为大家解读文森佐第十一集 首任幕后之人 让期讲述到文森佐以一第三制服了三名杀手时 红车英飞奔了过来,紧紧拥抱了文森佐 责怪他丢下他独自一人来冒险 文森佐告诉他,他已经找到了巴别集团幕后之人了 就是张汉硕 于是他拨通了杀手手机里的号码后 李俊宇身上的电话随即也震动了起来 文森佐虽然听到了 但是此时的他并没有对李俊宇起疑 毕竟李俊宇在他和红车英面前 一直都是呆萌搞怪的样子 文森佐见电话一直都没有人接听 也就放弃了 这时有两个人赶了过来 这两个人就是崔明基之前的手下 在经历过巴别制药的事情后 被文森佐收编了 文森佐让两个人把杀手带回长库 并且拜托助理和电荡行的老板 将他们之前打斗的现场清理一下 特别是蛋壳 于是文森佐和红车英来到长库拷问杀手 在一次又一次被迫吸食汽车尾气后 杀手们遭任了 他们不仅杀害了巴别制药的研究人员 其院长 还有那四名被害者家属 至于巴别集团幕后的老板 他们确实不清楚是谁 但是他们确定这个人应该就在韩国 得到了想要的信息后 红车英看着他们的眼神变得异常阴狠 他亲手加强了汽车尾系 送这几个人渣上了路 至于尸体的处理 就是直接连人带车沉进湖底 在回去的路上 红车英好奇的问文森佐 他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身手 原来文森佐为了生存 从小就接受搏击训练 而且他的老师曾是意大利特种兵 被红车英赶走的李俊宇 来到了一处无人的角落 发泄着紧张的情绪 对于自己刚刚差点暴露 以及三个杀手 就这样轻易的被文森佐干掉的事情 都让他感到非常挫败 在和崔明基商量之后 崔明基想到了一个简单的办法 来处理掉文森佐 就在文森佐和大厦租客们 开心的玩着黑手党游戏的时候 南东部地检 以文森佐涉嫌教唆他人杀人 逮捕了文森佐 并且还当众说出了 文森佐是意大利黑手党顾问的事情 听到这个消息的租客们都惊呆了 到了警局里 警察拿出了一些受害者的照片 虽然没有充分的证据 证明文森佐犯罪的事实 但是警察还是找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要将文森佐驱逐出境 就在红车英和文森佐 有些束手无策的时候 一直卧底的安组长帅气出场 他拿出了交接调令 将文森佐接手了过来 原来在文森佐被带走后 安组长为了救文森佐 找到了自己的上司 国际犯罪机关的局长 用激将法刺激了局长后 他成功拿到了调令 然后就火急火燎的跑来救文森佐 多日以来 他一直观察着文森佐和巴别集团的周选 他相信文森佐一定是个值得信赖的好人 所以他向文森佐请求 希望能让他加入到日后 对抗巴别集团的行动中 并且他还有另外一个小愿望 就是能和文森佐拥抱一下 和一个大男人拥抱 文森佐虽然有些抵触 但是看在他救了自己的份上 文森佐也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了 当文森佐看到安组长拿回来的照片时 他意识到这些照片 一定是张汉硕派出的情报员 在意大利收集到的 如果这个情报员 是当着张汉硕的面汇报情况的话 那么他就一定见过张汉硕本人 所以只要找到这个情报员 或许就可以找出张汉硕了 于是文森佐拜托意大利那边的人 找到带有那名情报员的视频资料 并将视频资料给了安组长 拜托他找出这名情报员 就在此时 小和尚匆匆忙忙的跑了过来 原来曹社长为了快点拿到金条 向检方匿名举报 说这个寺院是不法寺院 文森佐找到曹社长 希望曹社长能撤销这个举报 至于金条的事情 在他处理完巴别集团的事情后 他就会尽快处理的 可是令文森佐没有想到的是 大厦的租客们突然找到了他 并希望他也能帮助他们找到金条 文森佐这才知道 他们之所以不愿意搬离大厦的原因 是因为知道了金条的消息 而泄露出这条消息的人 居然是一个乞丐 虽然文森佐向租客们表示 这批金条有他原本的主人 但是在大量金钱的诱惑面前 租客们给出了一个 让文森佐气得吐血的答案 谁见到 谁就是这批金条的主人 与此同时 安组长也找到了情报员的资料 于是文森佐找上了情报员 逼问他张汉硕在什么地方 可是没想到 这个情报员也是个狠人 让文森佐直接杀了自己 因为他清楚 一旦他出卖了张汉硕 他也活不过一个星期 可是在文森佐一轮又一轮的恐吓后 他还是说了出来 张汉硕就是邮箱律师事务所的张俊宇 文森佐给正和李俊宇在一起的红车英打电话 告诉他 不要说话 只要听就好 然后文森佐对他说出 张俊宇就是张汉硕的事实 红车英听后 眼神瞬间变冷 询问文森佐是否会按原计划杀了这个混蛋 回到家后的李俊宇 遇见了从暗处走出来的文森佐 面对持枪指向他的文森佐 他原本还想装无辜 可是文森佐直接揭穿了他的身份 李俊宇并不打算求饶 并让文森佐直接杀了他 而文森佐也拉开了安全栓 眼中充满了杀意 随即一声枪响 本期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 关注我 爱你们哦 拜拜